这件事还是不合师父说吧 不然以他的脾气 洛晨估计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不好了 大师兄 不好了 什么事这么慌张 刚才我看到二师兄遍体鳞伤 说是要找你麻烦 大师兄 我看着二师兄去找掌门的 好像说你欺负他了 你是不是揍了他啊 什么 他去找掌门了 我看他前进的方向 确实是掌门的房间 大师兄 你怎么不说话了 凌柔 准备点箱吧 准备那个干什么 我得先走了 要不然你二师兄 金钱的没命了 师父 你要给我做主啊 洛晨 你怎么了 是把你打成这样子的 我尼玛 差点没认出来这是谁 虽然我平日里 没少训斥洛晨 但我清云道宗之人 怎能容外人如此欺辱 是大师兄 大师兄他嫉妒我文采 把我揍了一顿 你看到我嘴 都快飞了 长玉 怎么可能 苏长玉虽然平时的确有点拿捏身份 可不至于欺负这几个师弟啊 尤其是打得这么惨 你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大师兄这样揍你啊 我也不清楚啊 他突然来找我 问我小师弟是不是给我画了张画 大师兄说要看看 我就给他看了一眼 看完之后 他往死里揍我 你 你说什么 你小师弟给你做了画 他今天无缘无故欺负我 说不定明天就要揍你 那画上是不是有你的样子 可是师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师弟给我画画 跟大师兄揍我有什么关联吗 难不成我还不能让小师弟画正画吗 你师兄的确有些冲动了 不过也在情理之中 你这话就偏心了 什么叫有些冲动 您瞧瞧 他把我打成什么样了 这常遇也是的 不就是画个人在上面吗 何必下手这么狠呢 是啊 我不过就是在画卷上提了一首诗 他就看我百般不顺眼 我知道我的文才好 他一直嫉妒 可没想到他居然下手这么狠 你在画上提了首诗 快把画给我看看 快点啊 再快点 徐洛晨 你可千万不要犯傻呀 不好 你居然还敢提示 我要打死你这个孽图啊 别打了 求求你也不要再打了 师父 我真的快不行了 不就是一幅画吗 你们至于吗 我不服啊 师父别打了 您再打洛晨师弟 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大师兄就我 师父杀疯了 你给我让开 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孽图打死 师父 小师弟还做了一张画 这张画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你们至于吗 为了一幅画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难道我许洛晨在你们心中 就不如一幅画中药 洛晨 你知不知道 你闯个大祸啊 你们要打就的 还非要给我按上一个 莫取我的罪名 我知道 不就是我文才比你们好 你们嫉妒我吗 还有师父 我知道你平时宠溺大师兄 就是希望大师兄 能继承掌门之位 我也没什么说的 可师父你为了偏袒大师兄 可以来打压我 我不服 鬼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亲手毁了一张 价值万两黄金的名画 你胡啊 价值万两黄金的名画 你确定是万两黄金 不是万枚铜板 咱们这位小师弟 号称清廉居士 在晋国内是有名的才子 他的一张画 动辄万两黄金一张 像这张至少价值五万两黄金 你真当我许洛晨是傻的吗 五万枚铜板我都没见过 你见过五万枚铜板吗 要是证明给你看呢 大师兄 我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这幅画真的价值五万两黄金 我许洛晨把自己的嘴巴子抽歪了 你确定 我确定 要真的卖出五万两黄金 别的不说 师父你和大师兄往死里揍我 我也不行医生 但要是没有的话 今天这是该怎么算 要是没有 我直接把掌门之位传给你 好 洛晨啊洛晨 卫师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长玉 给他点疗伤药 待会就下山 不用 我自己有疗伤药 师父 你利好自据 别回头不认账 我自己有疗伤药 我自己有疗伤药 补